当前,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已达14.5亿户,在人人皆可通过键盘发声的互联网时代,如何破解案件伤人,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受到代表委员的关注。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高威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现有法律条文看,治理网络暴力是有章可循的。 现有的法条,我觉得应该说是能够从全方面,各个角度能够规制网络暴力的各种形态和各种行为,比如说我们这个刑法当中有这样的侮辱诽谤罪,有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也有寻衅滋事罪,这些可能都对极其严重的极其恶劣的网络暴力行为可以进行这个刑法的规制。 同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民法典当中也对通过网络手段,电子手段,信息手段,侵害他人的这个名誉,隐私等权利,也有这种民法上的救济手段。 同时我们还有这个资产管理处罚法,这种行政法,它对这种在网络上造谣,声势,群行自适的,也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在多起网络暴力事件中,法不择众的心态导致部分网民发言无所顾忌,您一言我一语式的网络暴力使得侵权主体难以认定。 在高危看来,应根据参与者的行为性质和实际效果,从法律层面对其进行细分。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说法不择众,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应该予以追究,要对这种多人参与的网络暴力,要进行法律层面的细分和具体区分。 你比如说有些人他是不知情的,那不知情的和知情的,倡议的和跟随的,那这个肯定是要在法律上区分。 你区分的越明确越细致,实际上你惩罚的范围和这个预防的效果,那可能就会更加明显。 加强网络暴力法律制度具体实施规则的一个建设。 比如说这个网络空间的认定,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哪些是侮辱,哪些是诽谤,哪些是恶意的人肉搜索。 这些我觉得都需要一些具体的实施规则来予以明确。 此外,高维建议,在办理网络暴力案件时,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检查机关也要加强对网络暴力的治理, 特别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自诉案件中,检查机关可以主动作为依法行使公诉权。 我们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把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当中的公共秩序,予以具体化。 例如是已经在网络空间当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哪怕是侮辱的是个人,那它可能也对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那么这种情况就由国家进行作为公诉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如果说我们能够充分地发挥和发动相关职能部门,那么追究调查启动网络暴力行为的这样一种规制, 实际上它就能够有效地预防和威慑新的网络暴力行为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